横跨草原沙漠 穿越惊涛骇浪 千年古道在线新商机 谋求联动发展 倡导合作共赢 一带一路奏向新乐章 共商共建共享 互学互建互惠 八方并横齐聚北京 为世界破坏繁荣发展新蓝图 财经频道推出特别报道 聚焦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20点33分北京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晚上好 我是马洪涛 晚上好 我是张燕 感谢您准时收看 正在为您直播的 经济信息联播 那我们今天将用 75分钟的时间 为您带来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的特别节目 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今天上午在北京 国家会议中心开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开幕式 并且发表了题为 齐心开创共建 一带一路 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主席说 两年前我们在这里 举行了首届高峰论坛 规划了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的合作蓝图 那么今天呢 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再次聚首 我期待着同大家一起 登高望远 携手前行 共同开创 共建一带一路的 美好未来 习近平指出 共建一带一路 关键是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 是互联互通的基石 也是许多国家发展 面临的瓶颈 中国将同各方 继续努力 构建以 新亚欧大陆桥 等经济走廊为引领 以中欧班列 陆海新通道等 大通道和 信息高速公路为股价 以铁路 港口 管网等 为依托的 互联互通网络 习近平指出 商品 资金 技术人员的流通 可以为经济增长 提供强劲动力和广阔空间 我们要促进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 便利化 旗帜鲜明的反对保护主义 推动经济全球化 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来发展 习近平强调指出 下一步 中国将采取一系列 重大改革开放举措 加强制度性 结构性安排 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他宣布中国将在更广领域 扩大外资市场准入 更大力度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 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 更加有效实施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更加重视对外开放政策贯彻落实 习近平还强调说 中国扩大开放的举措 是根据中国改革发展 客观需要做出的自主选择 这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有利于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我们坚信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 将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 带来更加进步和繁荣的中国和世界 好 一起进入今天的特别报道 横跨草原沙漠 穿越惊涛骇浪 千年古道 在线新商机 谋求联动发展 倡导合作共赢 一带一路奏响新乐章 共商共建共享 互学互建互惠 八方并横 齐聚北京 为世界破坏繁荣发展新蓝图 财经频道推出特别报道 聚焦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习近平主席今天的主旨演讲 一共是有4,324个字 信息量是非常的大 而且有好几处非常有趣的比喻 对未来一带一路的发展 和中国的对外开放 给出了很多具体明确的指导 那么应该如何进行解读 此时此刻我的同事李思玄 正在我们频道论坛现场的 前方演播室 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的 秘书长金星先生 也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演播室 现在我们就和思玄进行一个连线 思玄你好 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你 带来你在前方的观察 好的 谢谢洪涛 其实刚才你说了 昨天在12场分论坛之后 今天整个在咱们论坛 最大的关注就是上午的开幕式 习近平主席所做的 这样的一个主旨演讲 那么下午还进行了高级别的会议 那刚才你已经介绍的金星教授 其实两个活动都参加了 咱们先来说一说 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 刚才洪涛说 主席做了好几个很有趣的比喻 比如说我记了笔记 其中有这么一个 习主席就提出要面向未来 我们要聚焦重点 深耕细作 共同绘制 精紧细腻的公笔画 你觉得为什么要用公笔画 这样的一个比喻 公笔画 这个比喻很形象 就像我们画画一样 前五年是鸿木辉豪的大协议 下一节我们就要精焦细酌 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 前五年是利入驾梁 夯基累台的五年 现在四辆八柱已经建起来了 隔断也打了 房子隔断也打好了 下午就要进入精装修阶段了 所以说很多的具体的项目 要去落实了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 昨天的分论坛当中 比如说设施联通这样的一个分论坛之后 已经是有35项的谅解备忘录 或者是合作一项书来签署了 而且今天上午 其实主席的演讲当中 也重点地提到了基础设施的建设 您怎么看下一步 怎么样达成一个高质量的发展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是一带一路的着力的重点 也是一带一路的牛鼻子 我们要继续抓住这个牛鼻子不放松 俗话说 要享富先修路 要快富建高速 要闪富通网络 现在很多发展是欠账很多 所以下午我们还是要在这个方面 持续发力 目前我们和150多国家和国际组织 签署了相关的合作协议 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些合作协议的原则精神 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项目 那这么多的国家 不同的诉求 不同的特色 到底应该怎么样做 确实不同国家的情况不一样 这就需要我们和合作伙伴国的政党 政府 社会组织 企业 包括智库 把它发动起来 共同研究在这个国家 在这个地区 最需要什么样的项目 我想中国和合作伙伴国 合作的项目 一定是对方最集球的项目 只有最集球的项目 才是最好的项目 所以我们需要精准定制 咱们说完了硬的 再来说软的 今天习主席还说到 说一带一路的底色是绿色 绿色的一带一路 绿色的丝绸之路 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推行 有没有一个细化的标准 一旦有参与提出之初 我们就提出要建设绿色 四手之路 我们是这么说的 也是鼓励我们企业这么做 譬如说我们河北钢铁集团 在收购塞尔维亚钢铁厂的时候 我们不仅给当地带来就业 包括经济效益也不错 同时我们也把绿色的 系列技术引进进去 很好的做到了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双丰收 这个故事我其实之前 只知道前一半 不知道后一半 之前我知道是一个 百年的老厂了 而且十年亏损四亿美金 在2016年的时候 咱们接手过来以后 是把它扭亏为盈了 但是其实我不知道的是 原来有这么多的绿色的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已经是融入进去了 但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咱们看到 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倡议 其实已经是一个 全球性的倡议了 但是咱们怎么样和一些 已经存在的全球性的 一些国际的机制 相结合得更好 比如说在金融方面 贸易方面 甚至是气候方面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 机制的形成 对 一带一路 某种旋上讲 对中国的发展 也很有带动作用 一带一路已经成为 新一轮中国对外开放的 精致招牌 也是通过一带一路 我们到世界 经济大海中去游泳 我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 通过一带路下部发展 我们要加强和联合国 集体相关组织 譬如说联合国 公益发展组织 等等的对接 我们还要加强和欧盟 东盟 欧亚经济联盟 等区域发展组织对接 同时我觉得我们也提出要打造 一带路大市场 下面我们要和更多的 伙作伙伴国商签 一带路的高标准的贸易设定 同时我们还要和很多的 国际金融机构加上合作 一带路需要的资金 资金量很大 不仅广告亚投行 私路基金 我们要和世界银行 和亚洲开发银行 包括和欧洲附近银行 等金融机构合作 在合作中要学习 这些国际性组织 它的运作的一些成熟经验 事实上我们亚投行的运作 就是按照国际标准来运转的 就运转得很好 国际社会好评很多 对 确实可能总结起来 就像今天习主席说的 这样的一句话叫做 构建全球互联互通的伙伴关系 我们相信一带有这样的 一个倡议 它一定是具有包容性的 它一定是更加开放的 它一定能够为 促进全世界的经济发展 来提供一个新的契机 那么明天我们最大的期待 就是37个国家的领导人 还有国际机构的这些负责人 他们一块会进行的 领导人员周会 我们也会继续从现场 带给大家更多实时的报道 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你们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思悬 在我们论坛现场的演播室 给我们带来的观察 那么就像思悬和金星先生 刚才在访谈当中已经提到的 在今天的主旨演讲当中 习近平主席表示说 面向未来 我们要聚焦重点深耕细作 共同绘制 精紧细腻的公笔化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沿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不断地前进 那么站在这个新的起点上 我们应该如何出发 不妨来听一下 与会嘉宾他们怎么说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对全球人民能够带来的扶持 而且强调了就是对标准 债务问题的处理 还有环境保护 绿色发展 所有这一系列的问题 都回到了就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政府 对一带一路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 更加全面的一个规划 目前我国制定了 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并发布一带一路 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 为共建一带一路融资合作提供指南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 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改善 让更多国家搭上了发展的快车 也为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 搭建了平台 特别在东南亚一带 特别在缅甸 做的是缅甸国家电网工程 有咱们国家的支持 我相信我们出去更有信心 也有能力做好这件事 与此同时 中国还将帮助各国建设高质量 可持续抗风险 价格合理 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 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 产业链价值链 实现联动发展 我们去了 可能应该是不要去盯到 就这条路我想来修 或者这个电站我想来修 可能我们应该是要从 就去了以后 那么面对这个国家 能源问题 电力问题 或者是交通问题 提供一个总体解决的方案的建议 然后我们金根细着的高标准 高质量 高效率的把项目建好 对项目复杂 除了回顾总结了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多年来取得的成就 习近平主席还在演讲中强调 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 加强制度性 结构性安排 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业会嘉宾纷纷表示 中国的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 将为全球经济带来积极影响 最深的就是开放 在中国要建立更多的新的自由贸易期 还有自由贸易港的这种尝试和试验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中国要开始开放 世界各国也要开放 中国要为各国的企业 来中国提供很好的用商环境 那么包括说我们一些 我要是农产品 工业品 服务贸易 甚至都可以独自 中国的企业进不来阐述 我们要落实好外商投资法 一挪千金 此外 与会嘉宾也表示 中国向世界传达了扩大开放的信号 希望世界各国也能够为中国企业 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 一带一路的建设 和中国进一步的开放举措 将给全球市场带来新的机遇 我觉得商品的贸易进入中国 对中国消费生活水平的提升 公积车的改革 对全球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那都是一级多得的好事 从上至下的这样认同 那么就加大了这种国与国之间 那么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合作以后 就肯定就加大了是人的沟通 那就加大了我们人和当地的 我们消费群体这样一种沟通 所以说这个机会就非常好 也非常大 另外习近平主席就引进 国际普遍认可的规则标准 坚定支持全球化 推进对接各国发展战略 和民心相通等等方面 所提出的务实的举措 也引发了现场 各国代表的热烈响应 我们继续来看 三国主席就是说 一个最多的商务 就是在第一次下访 我们现在看到 一个家的双布 是一家的第一次行 是一家的第一次移动 是一家的双布 和一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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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屋 很相互 也为了一家的一家的双布 是一家的一家的一家的一家业的一家合作 在文化中文化中文化 在文化中文化中文化中文化 在文化中文化中文化 可以把两国一起带来 对此我们的记者也专访了瑞士联邦主席 余利·毛雷尔 现在这五个月的研究 我们现在是笔十年年 而此are工工作席 这次的MOU和中国共同国交易 我们需要最主要的盈利 最维持标准的时间 如何得到同一种地理想 激活,環境, environment 社 BMO全身的交易 这所有是其他的目的MOU Where do you see the biggest opportunities and collaborative synergies with China under the BRI umbrella? We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in financing, in environment, in education, in construction. I think that in all these questions we can support China. What do you think the BRI can really make a true positive impact for the people in your country, for the everyday lives of citizens in Switzerland, and more broadly speaking, the spillover effects in Europe as well as here in China? I think that's the greatest investment project for the next 20, 30, 40 years. We need growth, economic growth, but not also investment in the economy, that's also invest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for cultures, for languages, a bridge between China, Asia, to Europe, to Africa, and that's a great project, and that's more than the project, that's a vision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so we support this. Thank you. 紫星你好 来介绍一下你在英国的观察 好的张燕 如果说六年前 在欧洲这片土地上 一带一路倡议 只是一个遥远 并且有些模糊的概念的话 那么近些年 欧洲民众对这一热词 已经是变得不再那么陌生了 那么我还记得在2017年初 从一屋一路开到伦敦的列车 当时是有270万人次围观 那么可以说 英国人对中国速度热议的同时 也是在吐槽自己国家的铁路比较的慢 并且也是不断的在提议 中英间应该在此领域展开合作 那么今天一早 英国当地媒体对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也是给出了相当高的关注度 那么我们看到 脱欧中的英国 也是将本次的论坛 视作一个巨大的机遇 那么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 出席本次峰会也会参与讨论 那么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更是对中英间的像能源 还有通讯等方面的合作 一直是抱持着一个开放的态度 那么我们看到 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额 在2018年是8.37万亿人民币 那么是约合1.25万亿美元 是占到了中国外贸总额的 约27% 并且已经是以相当可观的速度 在逐年的递增 我们还看到由中国企业 在24个国家建立的 82个工业园区 现在已经是出具规模了 而总共的投资额呢 是达到了304.5亿美元 参与的企业呢 更是高达4098家 而这些数字呢 都足以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啊 所具备相当高的吸引力 那么以中英为例啊 2018年间的两国的货物贸易呢 也是首次突破了 800亿美元的关口 那么双边投资增长的同时 我们就留意到 两国间每年的人员往来呢 就高达150万人次 仅航班呢 就增加了每周168班 这些啊 其实都是一带一路 近六年来的一些成果 因此啊 可以说它从无到有 在欧洲现在的影响力呢 也正在有浅入深 这是我这边的一些观察 张言 好 感谢紫星 从英国为我们带来的观察 那刚刚紫星也说到了 脱欧当中的英国 是本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那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那我想知道 对于一家来说 在纽约 你的观察有哪些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张言 对于这一次的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美国媒体呢 也有关注 比如说那彭博通讯社 就形容这个是一场呢 国际首脑的聚会 还能分析了 参与国数量的增加 那特别呢 还提到啊 所有的东盟成员国呢 都有出席 另外呢 彭博呢 还总结了 在过去六年时间当中啊 一带立一路取得的成果 包括呢 和像125个国家 和29个国际机构呢 都达成了合作的协议 另外呢 在2013年到2018年间啊 有来自中国 超过900亿美元的投资 除此之外呢 还特别提到呢 中国和参与 一带一路的国家 之间的贸易额呢 正在以4%的 每年的增长 速度现在已经累积 超过6万亿美元 而Course呢 在点评呢 这个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当中呢 也看到呢 中国的软实力 也在跟随出现提升 中国媒体呢 在国际上的声音 越来越大 而中文呢 也有了更广泛的传播 而我们路透呢 在围绕一带一路的报道当中 有提到 一些呢 参与国在一些问题上呢 也会存在分歧 不过呢 大家呢 都是抱着合作的态度 在进行商议 期待能够消除差距 可以呢 更积极地推动呢 整体的进程 那另外呢 华盛顿邮报则有文章呢 是提到啊 像意大利等一些 欧洲国家的参与呢 使得呢 一带一路的影响力 进一步的升级 张言 嗯 好 感谢一家 刚才我注意到 一家和子星都说到 一带一路的影响力 在不断地升级 一带一路也成为了 一个热词 我想知道 在东京的王翔 你在东京的观察是什么呢 来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张言 那么日本媒体 对于本次论坛的关注度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高 从星期一开始呢 每天都可以看到 有关一带一路的报道 那么关注的焦点呢 包括一带一路 合作平台的日益扩大 以及日本怎么样 去参与一带一路 那么实际上呢 日本在古代 就是广义上丝绸之路 在东线方向上的终点 那么随着中欧班列 连通起欧亚大陆 东西两端的物流网络呢 日本企业也开始搭车 一带一路 那么包括日本通运 和伊藤中商市在内呢 日本物流企业相继开辟了 通过中欧班列 来连接日本与欧洲之间 商贸运输的新的途径 那么费用最低呢 只有空运的二分之一 时间上呢 又比海运缩短了一半 那么在日本经济产业省 委托企业进行的测验中呢 即便是对运输途中 温度 湿度和减震要求比较高的 汽车 机械和液晶等零部件来说呢 中欧班列的运输质量 也完全经得起考验 那么另外呢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 给沿线各地带来的巨大商机 中日两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领域呢 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去年10月份呢 两国企业就签署了50多项 有关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协议 金额呢超过了180亿美元 涉及到能源 基建 物流等多个领域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在东京了解到的情况 张燕 好的 感谢王翔 为我们带来在东京的观察 我们也期待在未来有更多的合作 好 感谢子欣 感谢宜嘉 也感谢王翔 谢谢你们的观察 好的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 合作还是对立 开放还是封闭 互利共赢还是以零为贺 的确这是当前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选择 那么在2013年的秋天 习近平主席就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 为推动新型全球化 贡献了顺应历史潮流的中国智慧 五年多来我们看到 共建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走向了国际实践 从理念转化为行动 从业景逐步地转变为现实 来看报道 五年来各国政府结合本国国情 和发展规划 积极与一带一路进行相关战略对接 一带一路已经与欧盟 欧亚互联互通战略 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 蒙古国发展之路 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 和波兰的琥珀之路等 发展战略实现了精准对接 与此同时 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的增长 与复苏提供了新动力 中国和沿线国家一道 在港口 铁路 公路 电力 航空 通讯等领域展开了大量的合作 成果超过预期 目前五湖港口已与世界上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600多个主要港口建立了航线联系 海陆互联互通指数保持全球第一 铁路连通也表现突出 其中中欧半列贡献了不少力量 2018年累计开行突破了12000列 而年运送货物总值达到了160亿美元 运送货物的品种 从最开始的电脑 手机等电子产品 逐渐扩大到服装 鞋帽 粮食 葡萄酒 汽车 和配件等其他生活用品 贸易方面 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贸易总额 已经超过了6万亿美元 投机超过了800亿美元 中国同沿线国家 共建的82个境外合作员 被当地创造了近30万个就业岗位 普通民众也有了明显的参与感 获得感和幸福感 资金融通是助理一带一路 国家经济的血脉 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的 思路基金 2017年又获得增资1000亿人民币 思路基金已经签约的 投资项目约30个 承诺投资金额超过了110亿美元 24个沿线国家 共设立中资银行各类机构 102家 此外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覆盖了40个 一带一路连线国家的 165家银行 民心相通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一带一路旅游 成为世界旅游的新增长点 但2017年 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 双向旅游交流 就超过了6000万人次 和5年前相比 一带一路出境人数和入境人数 分别增长了2.6倍和2.3倍 中国和29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实现了公民免签或者落地签 范围扩大到了西亚 5年多来通过举办文物展览 传统文化节目 电影 文学 新闻出版等多项活动 各国间增强相互了解 共同发展 形成一带一路 沿线文化交流的全覆盖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多以来 朋友圈越来越大 这些朋友都和一带一路 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产生了怎样的火花呢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一起来做了解 2000多年前 古丝绸之路 东起长安 西至罗马 曾经连接起东西方的文明 而今天 一带一路的伙伴们 已经遍布五大洲 今年 意大利和卢森堡 先后同中国签署了 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是加入一带一路的新朋友 新朋友看到了合作的潜力 而老朋友们已经从合作中 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 2018年 泰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 跨境电商销售额排名最高 同比增长了125%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 互贸易进出口额 在2013年到2018年 超过了6万亿美元 年均增长4% 高于同期中国外贸的 整体增速 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 达到了27.4% 一带一路的朋友圈 正在持续扩大 截止到今年的3月份 中国已经跟125个国家 和29个国际组织 签署了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 我特别喜欢烹饪 超市里各种各样的新鲜食材 带给我愉悦的心情 丰富的香料 是刺激我烹饪灵感的来源 现在我的烹饪灵感 又有了更加多元的选择 从泰国进口的精诊榴莲 是制作榴莲酥的最佳食材 意大利空用过来的牛排 肉质鲜嫩入口齐化 通过一带一路交通枢纽 这些丰富的食材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运送到中国 成为中国百姓们 餐桌上的日常选择 一带一路是世界的机遇 通过基础设施联通 贸易往来 人们交流等方面 为世界经济带来了 新的增长点 每一个沿线国家 也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 实现发展 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呢 都在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中 获得了更加美好和便捷的生活 那么为了更好地来解读 今天刚刚召开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今天演播室里 也是特别邀请到了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 改革发展中心的主任史玉龙 欢迎史主任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知道史主任 这两次的高峰论坛 您都是在现场的 那么今天坐在这个会场里面 你感觉跟上一届相比的话 这一届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当然这一届的高峰论坛 跟两年前的首届相比的话 不仅仅是规模大了 内容更加的丰富了 我觉得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大家讨论的内容 越来越实 比如说像这届高峰论坛 新增加的六个平行论坛 主要都是围绕着这些年 近年来在实践过程中间 不断出现的 比如说是创新的问题 境外园区 如何更好发展的问题 以及地方合作的问题 数字丝绸之路 绿色发展 这些都是这些年 在推进一带一路 务实合作过程中间 大家感觉到需要 进一步深化讨论 使得让我们一带一路建设 真正做到行稳支援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了 从首届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到这一届论坛之间 我们的一带一路的倡议 的确是很多都在落地 都在积极地往前推进 所以我想每一位与会代表 会对这一届更加充满了期待 而且我们刚刚统计了一下 今天习近平主席的演讲 总共是4,324个字 你觉得这4,000多个字 传递出来一个怎样的重要的信号 这4,000多个字篇幅确实不算长 但是我觉得里头包含的内容 还是相当的丰富 总体上我觉得它相当于是一个 我们从矛篇布局到落地深耕 这样一个阶段的转化的行动指南 它不仅给我们明确了目标 给我们把握了方向 还指明了需要下一步重点推进的工作 以及相应的一些重大举措都提出来了 而且他这里面提到关于行稳致远 关于绿色发展 关于我们如何深耕细作 我想每一个提出来的目标和方向 其实也都是各国非常关注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 如何真正在市场上能够落下来 我想关于这个问题的话 在稍后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我们围绕着行稳致远和深耕细作 来进行一个更加深入的解读 好 也过一会儿 请市主任和我们围绕这些话题 来进行讨论 好的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一带一路倡议 从谋片布局到深耕细作 是一个不断深入 不断细化的过程 两年前的首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中国与与会各方 达成270多项成果 如今它们都已经全部落实 我们一起通过一个小片 来回顾一下 建议满了 现在我们的主庭 建议目标签 可以把地区那 Tanner tabby站住 没有见数 没有什么 那是一种 那些时尽量 我线路还没过 跟城市 有房间 你会有房间 整崇匙 怎么办 可以 这些什么 这是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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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几年的工作积累和学习 西哈姆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会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的渔业企业有针对性地 对当地员工进行培训 培养了一大批毛塔当地的 专业的管理团队和技术团队 包括修理、物流、水产加工等 现在这个超过9万平方米的 现代化综合渔业基地 年产值约7000万美元 捕捞及加工海产品品类80多种 产品通过欧盟认证 常年出口非洲各国及欧盟、东南亚、韩国、日本等地 切实带动了毛塔当地渔业的发展 以前地步这边都是小船嘛 都是手工船 手工船到了之后就大船 然后提供的那个工作就业也多了 在一个工作条件也挺好 跟疫情也更安全 跟疫情完全是不一样的 一件小船出去 一架这个 基本这个安全条件都没有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今年当地政府批给中国企业169艘船的捕捞牌照 开放领海 因其运营良好成效斐然 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 以及毛塔总统访华过程中 得到两国高层高度评价 被视为中非农业合作 和中毛经贸合作的成功典范 它不仅给毛塔带来了 先进的这种渔业的这种捕捞的技术 同时为毛塔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特别是在促进就业 每年给毛塔政府提供税收 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还需要构建开放市场导向的投融资体系 随着合作加深 大型投资项目不断的涌现 对跨境金融服务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据统计 中国资本市场为相关企业提供股权融资 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 中国与沿线国家资本市场间的合作 日益深化 今天首届中印尼资本市场合作研讨会 在印尼雅加达成功举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与印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 就共建中印尼中小企业资本市场服务计划 达成共识 深交所的创新创业投融资服务平台 与印尼交易所的孵化器项目功能 将为两国中小科创企业 提供包含常态化路眼展示 信息对接 论坛研讨 孵化培育等在内的全方位服务 印尼是一带一路上重要的节点国家 也是一个大型的发展中经济体 中国跟印尼的经济发展的合作非常紧密 深交所上市的公司 已经有很多企业在印尼布局 我们希望以深交所这个平台 带动中国资本市场的相关主体 共同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当中 贡献自己的力量 发挥相关的作用 近年来 深交所不断深化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资本市场合作关系 广泛参与东盟加三 债券框架等 区域内的多边合作计划 助力一带一路框架下 基础设施建设 融资合作可持续发展 好 回到演播室继续和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主任 史玉龙先生来进行一个讨论 甚至刚才你也注意到了 这几年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 的确是在很多方面有很重要的一个推进 而且刚刚这几个短片当中 也为我们呈现了好几个案例 这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带一路 这个倡议的确是得到了很多地方的欢迎 而且也有了实实在在的进展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今天习近平主席特别提到了深耕细作 甚至他还用了这个工笔画这样的一个比喻 你觉得应该如何理解 无论是深耕细作还是工笔画 其实我觉得传递的是一个工作态度 工作精神 一带一路倡议到现在进入第六年 一大批项目已经落地深耕 已经沿线的人民已经得到了早期收获 为当地的工业化进程 为当地的现代化发展 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现在提出来要深耕细作 要以工笔画的这样的方式 实际上是在抓细节 抓细节 让我们的每一个项目 真正能够更好地体现三共的原则 更好地能够造福于当地的发展 更好地符合双方互利共赢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 工笔画应该是 不管是东方的语境还是西方的语境 都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 工笔画它注重细节 在整体布局的确定的情况下 更加的刻画细节 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 细节决定成败 其实在大量的案例 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案例以外 还有不少的案例 就在案例里头 正面反面的例子里头 都能够得到这样的信心 就是在特别是一些国际合作项目中间 有时候细节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因此上呢 我觉得现在要深根细作 要画好工笔画 应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下功夫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项目的这种临选的论证 临选和论证一定要细 一定要细 第二个呢 就是项目的推进建设要实 推进建设要实 第三个呢 项目建设有的用盈维护 要专 非常重要的几个方面 要专 第四个还有一个 就是现在的这种合作方式 要于是具体要有创新 要有创新 项目的这个临选 它要求细 就是说你在项目选取的观众间 要充分考虑了当地因素 除了考虑当地的这些经济发展水平 这些我们当地的需求 大家很第一感觉 能够感觉到的因素 其实有一些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些因素 当地的气候调节 当地的文化传统 宗教习俗 当地的税务制度 是不是治理结构 等等这些因素 其实对于一个项目的成败 以及这个项目的选址 和它的合作方式 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细节决定成败 细节决定成败 可能有任何一个细节的输入 都会造成这个项目整体的一个失败 对 推进方式要实 推进建设的过程中间要实 你在推进的过程中间 除了大的环节 进度上要考虑 其实还有一些很重要 资金要落实 资金要落实 而且资金的这个节奏 要跟你项目的 推进的这个进度要匹配 对技术方案的选取 要适合当地的条件 比如说是它的这种 电力的配送状况 当地的一些环境法规制度 对一些这种工作方式的一些要求 甚至对一些员工的这些 基本的操作技能方面有没有一些要求 这些东西呢 其实在发展中国家和在发达国家 是完全有两个体系里面 我们过去在很多和发展中国家一起 在推进一些项目合作过程中间 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但是呢 在比如说像在中东欧的一些 已经加入欧盟 或者正在准备加入欧盟的国家的时候 就会发现有一些规则上的障碍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建成以后的用盈维护 一定要让专业的队伍做专业的事情 这样才能真正保证项目的高质量 让项目行动系统 合作方式创新就是 现在在合作方式上 已经要超越原先简单的一个企业 对一个企业这种方式 地方政府的力量 国际组织的力量 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社会机构的这些力量都很重要 比如说像今天习主席在他的演讲里 也特别提到了 要跟有关各方一起共同建设 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 和绿色发展联盟 这样的 后一个联盟呢 是昨天已经正式建立 是上一届高峰论坛提出来 前一个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 这是我们中心跟联合国人居属 以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这是你们承担的一个项目 对一起在这一届高峰论坛 我们经过几年的合作 感觉到呢 沿线城市之间的合作 吸收更多的一些相关的企业 以及社会组织 它实际上起到了一个 吸引各方面的智慧 大家能够更好的选好项目 让我们的这些公笔化 大家能从不同的角度 提出更精准的建议出来 也正是因为承担了这个项目 所以你们在推进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 也发现了种种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你刚才做的这个梳理和总结 我相信对于很多正在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这些机构来说 是非常的重要 稍后继续和施主任来进行沟通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经济信息联播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特别报道 我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带来的不仅仅是物流体系的通畅 还有电子商务等新业态 新模式对传统贸易体系的重塑 中国的制造企业正在通过新模式 来深度对接一带一路的项目需求 在江苏的一家电力设备制造企业 工人们正在为一批出口东南亚的货物 加班加点 而这批货物要在五月份交货 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的电网项目建设 需求很大 后续的订单六月中原还有一批 据了解工厂订单的增加 源于一带一路周边项目建设的提速 而更重要的是 他们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 也就是通过工业品电商平台 发布产品信息 来寻找最合适的用户 从而节约了大量时间和成本 以前在这个开拓这个国际市场的时候 主要的是通过展会啊 一些交流会啊 这个面比要窄 那么现在呢 通过这个平台之后呢 我们能够很快的找到了我们 我们自己的真正的用户 实际上就是像靶项一样的 定点的能找到这个客户 记者了解到这个工业品电商平台 不仅仅提供了信息的发布 更重要的是对产品质量全流程的把关 让原本在市场上知名度不高的中国制造 很快能被海外客户认可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正在打造工业品电商的各类标准 并且将这些标准与海外市场进行互认 打通国际贸易的快车道 从上线以来 平台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业务量快速增加 国际有平台上线以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业务成倍增长 目前已经达到了47亿美元 占到了国际有平台整体 整体业务的三分之一左右 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 我国企业参与热情高涨 但是一个项目在开始执行之后呢 可能会面临着当地的政治风险 治安风险 还有自然风险 人才资金等种种风险 究竟要如何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共建共享呢 在非洲南部国家莫桑比克的首都马普托市 一座由中国企业建造的悬索跨海大桥 成为这一南部非洲都市的崭新名片 2018年11月10号 正式竣工通车的马普托大桥 不仅解决了马普托居民和货物 往来的交通问题 也使莫桑比克 拥有了一条真正意义上 贯穿南北的陆地交通干道 这个大桥修通以后 我们从马普托市区到南部的 卡腾贝地区 基本上几分钟就过去了 原来要绕一圈的话 大概要三个多小时 王立军坦言 当初最大的难题就在于解决资金的问题 项目最终采取的融资方式 是由施工企业和业主制定还款方案 及担保条件 国内唯一的政策性信用保险金融机构 中国信保考量项目风险水平后 进行承保 融资银行再提供商业贷款 这也是目前部分一带一路项目 建设所采用的办法 解决了项目资金的同时 风险也得到了分担 项目立项之后 特别是实施之后 中国信保就会关注 这个项目所在国的风险 关注这个业主行业 以及国际这些政治风险的这种异常 那么为企业提供这种信息 预警信息 一旦出现风险之后 我们就会提供这种非常专业化的 这种理赔追偿服务 而除了资金方面的风险之外 面对法律文化和安全等方面的风险 中国企业也摸索出了一些应对之道 我们自己专门设立了一个法律合规部 包括我们的安全的这种培训 教育防范 莫桑的这个马普托这座桥 这个整个全过程下来以后 实现了一个零伤亡的这么一个记录 欧洲在一带一路合作格局当中 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 过去几年来 中欧围绕着一带一路的沟通 与合作持续深化 为积极推动一带一路 与欧洲融克计划的对接 2015年 我国与欧盟领导人提出 关于成立中欧共同投资基金的倡议 那么目前基金的运营怎么样了 未来还将提供哪些机遇呢 尼坦帕塔克是欧洲投资基金机构 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 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远在欧洲的他也十分关注 2018年4月 中欧共同投资基金正式设立 首期规模5亿欧元 投资期三年 在其框架下 思路基金和欧洲投资基金 共同进行投资决策等比例出资 尼坦告诉记者 从2018年4月至今 中欧共同投资基金 已投资了4个子基金 其所投项目涉足生命科学 信息科技等前沿领域 覆盖法国 爱尔兰 奥地利 波兰 匈牙利等多个欧洲国家 近10个中小企业 事实上中欧共同投资基金 这是思路基金 与欧洲合作的一个案例 目前思路基金 已经与世界银行下属 国际金融公司 法国共同投资基金等展开合作 就像说在过去4年中间 我们和30多个国家的政府的投资机构 以及国际金融机构 都有良好的合作 而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区域 是在于第三方市场 目标都是不变的 都是促进中国的经济和企业界 与相关国家的经济的互联互同 大力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是我国下个阶段推动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方向 也备受各国的关注 那么其中就包括我们的邻国日本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 继来华参加首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后 再次参加本阶论坛 并且接受了我们财经频道的独家专访 去年10月 中日两国签署了一些合作意向书 这些民间合作涉及基础设施 物流 信息技术 医疗健康等领域 显示了中日合作的广泛性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是非常好的构想 他期待两国在旅游等方面 开展更加广泛的合作 并通过这些合作 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做出贡献 这个抗争是大変素晴らしい抗争 だと思いますが これをまず中国と日本がですね 互相に協力することによって このフォーラム全体を成功に導くように 努力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が 中国のご協力 また日本の貢献によってですね 両国の希望するところが 実現できるだろうと期待しています 那么您预期这一次的论坛之后 那我们会对中日两国在接下来 这个相关领域的合作 有什么样的推进的效果 いずれも有効的で 我々の期待通り 日本と中国が協力し合って 両国の観光発展 そのことによって 両国の経済にも大きな影響するだろう 両国で大いに一つ協力し合いましょう このことを提案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好的 回到演播室 继续和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 国家发展中心的主任史玉隆先生 来进行一个讨论 施主任你也注意到了 这两天的高峰论坛上 高质量发展这五个字 应该说是大家 关注度特别高的一个热词 看来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经济 面临着高质量发展的任务 而且一带一路 也是存在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的问题 所以习近平主席在他的演讲当中 不仅提到了 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深耕细作 而且还提出了一个词叫 行稳支援 和对中国经济的这个要求是一样的 那你如何理解这个 一带一路它的这个行稳支援 它怎样才能实现行稳支援 行稳支援其实是一带一路的 要实现我们推动共建人类民用共同体 所必须具备的一个状态 一种特征 行得稳才能走得远 才能走得实 才能走入人心 走入人心 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关于高质量发展 我觉得高质量发展 是我们实现行稳支援的一个最佳的方式 最佳的方式 去年8月27号 在一带一路建设部中间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 要推动一带一路 共建一带一路 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 这样的一个要求 现在我觉得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要行稳支援的 应该把握这么久 第一点还是要坚持三共原则 共商共建共享 对 把握住了三共原则 等于给一带一路建设的每一个项目 系好了第一粒口子 它后面的路就好走 这是基础 这点非常的重要 第二点就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间 要把握时代特征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技术快速进步 科技革命 不断地往前推进到这样的一个时代 数字化时代 信息化时代 网络化时代 智能化时代 像昨天我们在这个数字 四周之路 智能梦谈的讨论中 大家都感觉到 要把智能的原理建设 一带一带就是过程中间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